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故事書 是我要當音樂家 是螢火蟲出版社出版的 故事是圍繞著貓家庭 貓爸爸叫莫求求 他們一家住在一個沒人用的琴房裏 莫求求很喜歡唱歌 彈琴、打鼓、彈結他 所以很沒空 連有老小子入他們家偷東西吃 他都不知道 今天求求又在唱歌 Do,Re,Mi,Fa,Sol,La,C 求求在想 音符裡沒有其他動物的聲音 只有 Me 貓咪就是天生的音樂家 求求越想越興奮 在這個時間他聽到喵的聲音 原來他的貓BB出生了 他覺得我兒子的哭聲很好聽 像莫扎特的音樂那麼好聽 我就改他的名字叫莫小特 小特BB仔的時候已經很喜歡音樂 大一點之後小特和其他貓仔有些不同 其他貓仔很喜歡玩老鼠、捉魚仔 但小特很喜歡玩樂器 當其他貓仔開始學捉老鼠的時候 小特就留在家裡練習作曲 其他鄰舍的依依勸勸小特 小特你要學會捉老鼠 要不然你長大後就沒東西吃 你就是兔子餓了 但貓媽媽很溫柔地解釋給依依聽 不要緊 如果小特喜歡音樂就隨他學吧 有一天 我貓城鎮裡來了一隻吃人的老鼠 哇好兇啊他 他就惹傷了其他貓 又捉了小貓仔 那些貓唯有去報警 找貓警長幫忙 希望可以捉走這麼兇的老鼠 但貓警長看到老鼠這麼兇 他連手槍連警車都不要了 就逃走了 其他貓當然仍然很害怕 但小特在這個時候很勇敢 他拿著他的小提琴說 讓我去試試捉了這隻這麼兇的老鼠 但貓媽媽當然很擔心 因為小特連一個老鼠仔都沒有捉過 但小特沒有放棄 真的去了那群吃人老鼠的巢穴裡 當時那群吃人的老鼠仔 在準備把小貓捉回來的貓 用來煲湯吃掉 當那群老鼠仔看到小特進來 就說哈哈又多一隻貓可以讓我們吃 但小特一點都沒有被嚇退 他就開始拿起小提琴 開始拉起他的哥哥 那些琴聲令其他老鼠仔 就不由自主 好像穿了魔一樣不停跳舞 跳過不停 原來小特當時拉的哥哥 就是他自己作的老鼠狂想曲 所以老鼠聽到之後 就好像發狂一樣不停跳舞 跳到四肢無力 手軟腳軟 結果被警察抓了 自此之後 個個都不敢說小特也不懂得捉老鼠 其他貓還開始跟小特學作曲 小特一家就覺得我們這麼喜歡音樂 都需要一個比較寧靜的地方 所以後來就搬去另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但沿途一邊搬樓的時候 他的音樂就令到其他小朋友都可以聽得到 接觸得到 所以更多人就喜歡音樂 到處看了 到處看了 到處看了